HELLO 大家好 早安 陽光第一線 這裡真的很忙 我大概兩星期沒有平常出片 我記得兩星期前 我講動態範圍和解釋Pay Size 大概那時候提到我很忙很忙 出完這兩條片都沒有空再出 懶了一星期 都忍不住口地出了兩條片 看了兩條片之後 又延了整個星期 但忙得很交關 我真的很想每天在這裡拍片和大家分享 說著大家 我也很想出三條片 我記得我真的講過 夢想來的 有時候夢想未必能做到的 不是想就行的 要做的 所以我今天都不想做 其實今天不想拍片 但突然今天Facebook提醒我 不證明今天要出片 Facebook有什麼提醒我呢 他真的厲害 Facebook有功能 我以前是很討厭的 我不知道叫了什麼 是否當年今天 應該不是 可能是舊底的東西 我也很討厭他 在Facebook打一些東西 突然彈出來 即是說 你三年前 你出過這條什麼片 四年前 你出過什麼post 五年前 說什麼 我有一段時間很討厭這些東西 別浪費氣 不停的re-loop 我有時候 我有一段時間 一段時間 我就打一句說話 叫做 人生無限loop Facebook無限loop 即是 嘲笑自己 嘲笑他 但近來我很喜歡 為什麼呢 人的年紀大 這些老鬼 阻塞地球主的老鬼 很喜歡懷舊 我開始喜歡Facebook這些功能 今天他出了一個post 我真的太感動了 通常來講 他都是出那些 三四五六年前的post 最久都是六七年 今天竟然出了一個十年前的帖給我 我十年前的今天 對啦 足足十年前的今天 我做了什麼呢 我見到深山大道啊 所以我通常repost 我出了這條片 我真的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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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見過深山大道 你見過沒有 當然了 我後來搞多一個他都見到我 OK 在香港搞三十年的攝影雜誌 不單是香港 在全世界 一個編輯 一個出版人 三十年的攝影雜誌 全世界都不是很多個 他們見過我都對的 OK 交流 所以我十年前的今天 和深山大道有一個 很好的交流 當然是一個訪問來的 但都是有一個交流 他們有問我的問題 我回答他 當然我問更多 在那天 我記得他們來香港做過展覽 有些香港的拆展人 當然來的機構之類 我忘記了誰 搞一個深山大道的展覽 在大古城那裡 如果大家還記得 如果你有看過的話 在那裡 展覽場地 很大張相 射燈很厲害 很暗的範圍 很大的展場 射燈很厲害 照著大相 大相的粒子很厲害 槍力很大 很高反差 他們宣傳的時候 真的跟我們說 深山大道的特色 就是很高反差 很粗粒子 還有 嘮嘮的照片 即是 鬆鬆蒙 實際上 是不是這樣 當然 如果你了解深山大道的照片 其實它不是這樣的 它的照片真的很高反差 有部分照片真的很粗粒子 有部分不一定很粗粒子 即是正常粒子 但它出來很高反差 很粗粒子也好 它的照片的層次相當豐富 在香港展覽的時候 我看過的照片 差不多是死黑死白 包括它代表狀 那隻狗 轉眼瞄著你 那隻狗 它的照片很多光位都爆了 黑位都爆了 動態範圍不足 但是它的照片 曝光寬容度 但是它的照片曝光正常 曝光不正常的話 這張照片不是這樣的 只是太高反差 那天陽光太厲害 但是我在日本見過 它的影集 日本印刷那些 相當正的 雖然是很高反差 很粗粒子 但層次相當豐富 我買了一本回來 去年我散書 賣藏書的時候 有些書是不捨得買的 其中那本深山大道的書 我就不捨得買了 我還包了膠袋 我徹底不買 但有什麼特別呢 我本來帶了兩本書 叫它簽名 那本是其中一本 結果 我忘記了 全場和他談完 忘記了一件事 沒有找過簽名 但是 在這個過程中 我爭取時間 給他看看 我們香港的攝影雜誌 搞成怎樣 當時也是香港攝影師的作品之類 他亦都很給面 OK 亦都很給心機 從頭看到尾 不是 嘖 從頭看到尾 很細心地看 偶爾那張照片 他不明白我們 為什麼登這張照片 他透過翻譯 問我們 那張照片 大概怎樣 這個攝影師的樣子 很不幸 這一期沒有我的照片 不要緊 在過程中 我跟他講 香港的拆展 把他講得很神化 照片裡面有內部的意義 透視什麼 他聽完之後很惡然 沒有 我的照片不是這樣的 沒有這樣的意思 當然他那時候 不是我那樣的稀皮笑臉 他那時候真的很冷靜 很慢 我不敢說他講話太謹慎 但問題是 他講話真的 是慢條絲 你陰聲細氣的樣子 基本上 他跟張乾琦 我跟張乾琦聊天的時候 真的很頂不住 太細聲太慢 OK 陰聲細氣 深山大道好他一點 但也不會好得很多 深山告訴我 他拍照的時候 其實真的 看到喜歡就拍了 愛那樣東西 突然覺得他喜歡那樣東西 他就拍了 他生活上很見的紀錄 去過城市 他突然覺得 欣賞他 有感覺就拍了 所以大家拍街拍的畫 或者拍照的話 真的不用 慢慢去刁剌 去經營 當然兩種不同的照片 你仍然可以動之腳架 走幾個小時 等光線 為了一張照片 深山大道 他拍的街頭 是另一種 他那種是彈球感覺 有觸覺 有觸覺 不說準確 所以說到他的照片 超高反差 是風格 超高粒子 風格 但鬆鬱蒙的話 肯定是一種錯誤 沒有視頻師 特意拍到鬆鬱蒙 為甚麼呢 能夠控制範圍 他都不會鬆鬱蒙 但有些時間 就算對焦不準 又或者是動了 他都拿出來 為甚麼呢 一張照帶有他的感覺 今天我為何故意拍這段片 十年前的今天 8月24日 我親自真是 被深山大道看見我 很開心的一件事 跟他訪問完之後 我之前對他沒有甚麼感覺 不會有很大感覺 但在訪問之後 我自此開始 不敢說我愛上他的照片 但我開始會收藏他的出版 會多看他的照片 再澄清一件事 有很多朋友覺得 深山大道的照片 是高反差粗粒子 松宗蒙不要說 先說這件事 是他的signature 其實不是的 你如果對日本 東洋的攝影風格 了解70年代那些 很多攝影師的照片 都是高反差粗粒子的 沒有辦法 例如你用ISO400分裂 在EI2級 EI800 EI1600 EI即是exposure index 有些人看見這個字 好像發生在大陸 EI在我們當時 弄菲林 每個人都知道 即是鼓衝 你跟菲林 明明印著 買回來 ASA400 即是現在的ISO400 如果你將它 Under兩級來影 Under兩級來影 Under exposure兩級 即是把EI1600 Under一級 即是EI800 我們跟菲林寫著EI 以前菲林時代 每個人都認識的 不是新大陸 我忍口不說 沒有辦法 這次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深山大陸的收藏 那次我找不到深山大陸簽名之後 我就會搜羅一些 在市場上買到 簽名的書籍 首先跟大家介紹一下這本書 這本書是相當重庆的 是一本當時出的 都買到6000日圓日幣的書 這本書是簽名版 我是我最珍貴的一本 深山大道的簽名版書 為什麼呢? 它簽了 這個是漢字 寫著深山大道 這個版本 如果很多人收藏 你在外國買到 都是它簽英文名的 確實它簽名版有兩種 在日本本土是簽漢字 就是人文名 一離開去日本 它是簽英文的 但是找英文的簽名版 是比較容易的 如果你喜歡找它簽名的話 英文版你也會買到一些 它的相片確實是很厲害的 高反差粗粒子 特別是粗 你看到封面這張 那些粒子粗得很厲害 我其實 我未必是很細心看它每一張照片 特別是這些 它真的算是一個很多產的攝影作家 另外 它對我比較影響大一點 它的紀錄 純粹是一種紀錄 這個是紀錄的頭三十個 volume 很珍貴 這本書現在買不到 有錢也買不到 這是我的珍藏 這是一種紀錄的核訂本 核訂本 核訂本是在頭三十期 在頭三十期就是盯上一本 記錄了那個時代的深山大道的作品 這本書的特別地方 也有它的簽名 不要整查一下 有簽名在這裏 如果你找到這本書 已經是相當珍貴的 你找到這本簽名版的話 真是難 真是很困難 所以這也是我的珍藏 OK 深山大道的作品 它很棒 當然不止這些 其他我還收藏了很多 它這個紀錄的系列 在裡面的黑白照片 這本比較輕的 我可以展示給大家看看 假如你們去拍你們的都市 其實你都可以好像他們這樣拍 喜歡你就拍 一個step shot 一個快拍 當然你一定要知道自己做過什麼 當然這本其實都是簽名版 OK 有深山大道的簽名 不是太多 這些書我收藏了十幾二十本 這個紀錄系列我最喜歡 價錢比較便宜 這個紀錄系列 一出的時候只有一千円不用 如果你在市場上買這本書的話 沒有簽名的那些大概五六百元便找到 這本書是真的一本不錯的 它的作品集 當然它裡面不一定是代表作 但你起碼在這個裡面 你看到它的風格怎麼樣 深山大道的風格 當然如果你要了解它的風格的話 我推薦你看它的文字書 OK 今天我推薦兩本深山大道的文字書 一本是它的《我的寫真傳茅》 《我的寫真傳茅》 這本書就是它自己 夫子自道 現身說法講它自己的街拍照 它這本書裡面是自術來的 是談街拍 講它怎麼找主題 講它的時代感覺 講它的攝影歷程 講它的創作 講它的影響 講它的影響 講文學 講影像 是一本相當不錯的文字書 我覺得是 如果你真的喜歡深山大道 想研究它的話 未搜藏你重金買它的舊影集 特別是簽名的之前 你應該了解一下深山大道的人 這本不錯的書 但更加精彩的 我建議大家要搜羅的 就是它這本《上街霸》 《深山大道的街拍意見》 這本書很棒的地方 就是它集中講街拍 這本很輕盛的書 在裏面有影像和一些簡單的文字 是講它對街拍的看法 絕對是一本大師親自教你街拍的教科書 但更加正的地方 就是這本書 剛剛絕版 OK 剛剛絕版 我收到資料 我供應書告訴我 是在台灣的出版商 這本書剛剛賣光 沒有課出了 賣光了絕版 也不會再印的 為什麼呢 這本書始終不是流行書 好像我出的攝影天書 一版兩版三版 出到第十版 那些是技術書 但不是技術書的話 是比較難做的 是真的 總是 對藝術有感情的人才會投資 這本書我相信它不會再印的了 等於我的攝影獨白系列 都不會再印的了 很珍貴的書 香港有哪一個人可以出到七本 不靠藝法講 資助而能夠出到純文字 差不多的 討論攝影 講攝影感覺的 攝影散文集 OK 我是唯一一個 只有我一個 你出到一本給我看看 OK 能夠出一本書 兩本書 三本書出了七本 而是賣光的 這個相當難得 所以這本書 現在賣光了 相當難得 說回《言歸正主》這本書 現在是斷版的了 在市面上 我空氣書 搜羅最後一批十多本 現在有手頭十多本 他願意原價不炒價賣給大家 即是說 連運費 當然你買三本就包運費了 都是百二港幣 百二港幣 香港如果有的話 對你價錢 其實香港沒有 剛剛我也幫大家找過 走去這個成品 沒有 三年商務 打電話去問過 沒有 即是你不用找 香港已經 現在只能夠買到 百二港幣一本 我覺得現在收藏 都值得 雖然沒有簽名 他盡量再刮 再刮 就是炒價 可能到時要 百四港幣 甚至百六港幣 百八港幣 因為在外面已經陸續炒 已經找不到 差不多一本一本 和大家去找 每買一本 都要有郵費 要運送 基本上他加上運費 遲些書肯定會貴一點 成本貴一點 不是他賺多一點 所以現在最後這批 賣百二港幣的話 大家如果喜歡深山大道 或者你收藏一本絕版書的話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OK 所以我真的推薦大家 如果你真的喜歡一些 東洋味道的攝影 深山大道是一個不錯的攝影家 你值得去欣賞 當然另外荒木經維也很棒 但是他那些是偏少少 十達禁 不是一般人對看 但是深山大道 他專注於街拍的話 我覺得很多人都可以參考他的作品 OK 這段影片分享到此為止 沒有辦法 我接著又要演片 OK 這段影片分享到此為止 喜歡深山大道的 喜歡我的頻道的 最重要是訂閱我的頻道 按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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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訴我Facebook的Fanpage 可以留言給我 如果買我的書 連結在上高 可以買到這本書 以及我推薦的其他視頻書 已經訂的書 除了一兩個朋友 還未寄出之外 全部都寄出 已經滿足大家的要求 更加正的地方 就是 禮拜要宣傳 我幫朋友推薦的賽斯鏡頭子 新貨全賣了 剛剛沒有了 OK 接著會翻貨的 假如現在訂的話 大概需要三到七天之後才可以發貨 應該是新貨來的 便宜到140元一盒 仍然為前140元一盒 要買一箱 原箱計 如果單買一、兩、三、四盒的話 最貴都是107元 107元的概念 仍然比香港買 香港買最便宜都要178元 現在都要加上運費二百多元 現在的一百七十元 都要送運費給你 所以最便宜的 送到你家 送到你的寫字樓 送到你最近的順風罩 好嗎 所以當你的鏡頭有手指印的話 拍攝的東西會比較萌萌 當然不會太誇張 我特地用油來擦 這麼誇張 如果想清花怎樣 拿一張賽斯鏡頭子 OK 就是這一張 對焦慢一點就是這一張 當你要擦的話 OK 你只是在鏡頭前面 很簡單地 擦擦 你們看到它 就馬上清光了 OK 對焦慢一點 不關你的鏡頭子的事 對嗎 立即清光了 所以 七毫子就可以洗到這支鏡頭 由蒙茶炸 變得清光了 相當正 所以不要錯過這機會 200張 140元便宜到 一箱賣 如果買單獨一盒的話 都是170元 好嗎 要訂的在樓上 我可以把鏡頭放進去 到此為止 分享一下 示範了這支 賽斯鏡頭子的威力 親豪子 擦到鏡頭乾乾淨淨 OK 盡快拍下這條影片 我希望不用等多個禮拜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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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